欢迎来到加州江泰公频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江泰公的频道 那么这个事呢,说实在话 让江泰公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也挺难受的 因为这半年多来,确实在这个上面 江泰公也花了很多心血 但是昨天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我下午登陆,一登,登不上去 然后我连续登了几次,都登不上去 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不是被封号了,或者被限告了 但是我没想到,他直接把我都删了 然后最后,终于,我又重新登陆,登上去以后 他的提示是,由于我发布了过多仇恨的言论 所以终止了我的账号 然后我就,又到那个影面里头去看 我说,他没有通知我呀 我看看是不是我前面遗漏了很多 这个他的通知 然后我到影面里面去看 一封通知都没有 只有停止了这个的通知 然后底下留了一个申诉的一个选项 然后我点了选项 我只能申诉一下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奇怪 大家这么长时间看江太公的节目 江太公很少散布这种仇恨的言论 而且我认为我讲很多东西也是占到一种相对理性客观中立吧 这是我的一个原则 我也不会向他们无脑的批中共 也不会向他们无脑的赞美美帝 咱们就拿这个事情来说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批中共的会多一点 但是这个大家都在这样去做呀 那么我弘扬美帝的自由民主也做的很多呀 况且我在批中共的时候 我并不是凭空去批啊 大家都看到江太公做很多节目的时候 手上都是拿着稿子的 我都是做过一定的功课的 就是我评论的很多事情 实际这些新闻内容都是来自于中共的官媒 我并不愿意去过多的做一些捕风捉吟的事情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最近英帝老黑公民 还有那个联安大多 他们发起了一个进化中文自媒体的活动 就是让大家来抵制这些 以萨莎为首的这些五毛媒体吧 这些媒体确实做的也很恶心 那么江太公为了声援他们 在这里头也做了两期这个节目 但是这里头我并没有涉及什么仇恨的东西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突然就把江太公的这个账号给封了 这里面呢我也跟我网络上的一些播主联系了一下 他们怀疑就是说 第一个肯定是他们五毛媒体这边发起了反攻 然后大面积的去举报我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要反扑的话 他们应该反扑那几个大号 像江太公这个只有五千多订阅的 算是在中文自媒体里头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号 怎么会把苗头对向我呢 而且别人的号都好好的 对不对 就把我的号给封了 这个也很蹊跷 然后说我这个反中共吧 那有那么多自媒体在说的反中共的话 比江太公说的过分的太多了 那么江太公并没有去 像他们这样 无脑的去反共 那么你说中共来专门对待我 我也觉得这个也很蹊跷 那么也有人说了 你说你虽然订户少 但是你讲的东西 每次都能戳通中共的这个痛处 所以这个中共或者五毛 认为要把你扼杀在摇篮里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点点道理 但是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说也挺冤枉的 你首先像别人有这种情况的话 都会提前得到一个警告 我连一个警告都没有 我在跟YouTube的联系的这个email里头 除了他财务部门给我发的几封信之外 再没有别的邮件 就是他直接这一封邮件就说 把我封了 实际我是希望YouTube能给我一个答复吧 但是我也不报太多的希望 他们能做出这种事 也没办法 去年大家可能也记得吧 在我出这个之前 他们也清理了一些账号嘛 但是没有关号 是去了一些粉丝 把一些大V啊等等 他们的这些粉丝都杀了一大部分 也是很奇怪的 这个也不好评论 就拿我个人来说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江泽工在前面出这个节目 一直在出 但是订户量呢 增长就比较慢 一直增长都比较慢 但是从 11月3号开始 那么我的订阅量开始突然放弹 基本上每个小时都有20个的订阅量 这个都让我吃一斤 然后一天订了几百个 然后那不到一个礼拜订了一千多个 江泽工还充满信心 我说这一下 好了终于有观众开始喜欢我 关注我了 没想到没乐两天的 直接给我就关了 哎 咋说呢 也没法说 借助别人的平台嘛 就是这样 反正是 美国就是这样的社会嘛 言论自由 但是大家都自由 但是YouTube这种价值观的 是本能哪一种价值观 难一个操守 这个 就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也不好评论 这个事儿也只能这样的 那么我就赶快开了一个号 依然叫加州江泰工 但是我后面加了个news 因为我只用加州江泰工 他不让我注册 我就重新注册了个加州江泰工news 然后我把这个消息 在我的推特跟这个 Facebook上都发了一下 我也希望 这个老观众们 找不见我的时候 能在网上搜一下 搜到这个加州江泰工 你依然能找到这个频道 能回来订阅 这么长时间 从4月1号开始 一直出到10月10号吧 叫做7个月的时间 先开始呢 也没有太上心 但是越做越上心 我觉得江泰工在很多观点上 跟观众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观众跟江泰工也能产生一种共鸣 一种互动 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肯定 而且这个事儿呢 越做越有意思 我自己也为此花了很大的心思 每天在这个油管的视频上 要投入四五个小时 有的时候六七个小时 真是 本来家里头还有生意要弄 早上急急忙忙 跟我太太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 然后我就赶快录视频 然后这个找稿子 然后这个上传 后来想把这个做得更好 也听了一些朋友的建议 我就学会了剪辑 实际像我这么大的年龄 学电脑也是比较困难的 为此还专门去买了一个 苹果笔记本电脑 花了将近三千刀 然后又学会了 它里面那个Imovie 用这个去剪辑 那么这个我看 江泰工学会以后 视频的质量也是有一定的提高 咋说呢 也当是一种历练吧 人生嘛 总会有遇到挫折 这点挫折放到江泰工身上 也没有啥 但是我太太就很伤心啊 说一天看你花这么大的劲 这么多人还喜欢你 然后突然一下给你停了 一点理由都没有 说了都想哭啊 我还安慰他 我们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现在只能这样了 我们从头再来吧 我希望观众能一如既往的喜欢我 然后呢 我也努力拿出更好的视频 把个人的思想层面再提高一些 我也希望 底下的观众能转发我的视频 就转发我的视频 能推广我的视频 就推广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是对大家免费开放的 你认为觉得好 你就大胆的转发 大胆的去分享 我也希望你们能把我的频道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来增加我们的订阅率 我也希望江泰公的这个频道 确实能在中文自媒体里面 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吧 当然我不是说 他有多高啊 就是说我们能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然后我们还不套用那些低俗的东西 我们就拿平常的心态 来交流我们大家相互值钱的思想感情吧 跟一些生活的心得 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的频道越做越好 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